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跌才是你的机会 但是我们的跌我们的股票持续还是上涨天 所以因为口袋名单还很多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来拿 来赚钱 你没有赚钱你还要干嘛呢 每天在那边等着干嘛 等着涨啊 我不是跟你说 涨的时候我告诉你说 一天而已 不要想太多嘛 高兴一下下就好了 今天跌才是你的机会 但是今天跌我们的股票还是这样赚涨停 都实在讲的好像是 这个真的谁能跟他 这人敢逼啊 尤其是尼德科操纵啊 他不知道今天现买现乱急冒 对吧 马上就涨停包就锁到下班 所以你每天的嘛 都要这样子的操作方式 你不是很开心吗 那当然这个地方是 美国在这边是震荡 所以因为下周4月30号 连准会会有个会议的召开 其实震荡当然是都是正常的啊 台股目前市场的资金 动人是非常的强 所以只要有下来 都是好机会 就怕他没下来 只要有下来就是好机会 记得就怕他不大跌 大跌大买 大涨不要乱追 我不是今天来跟唐人 跟大家讲 要买会涨停的股票 唯有在下跌 不要买 我们不是要买 涨停的股票 因为那些股票未来怎么啊 不见得会再持续涨 除非我告诉你的股票 虽然我也从来不买涨停买 包括尼德科操纵 吉毛我也是一样 虽然涨停买 我都是买会涨停买股票 我不买涨停板 请大家 所以口袋里面 名单还很多 未来买会涨停板的股票 而涨不停 那这地方当然就是要跟着我们 把这个动作做出来 因为下跌我才有机会邀请你啊 接着 这个地方当然 今天比较重要的讯息 是在这个4月13号那天 我有提醒大家 房市看法非常乐观 所以很多人说今天涨在营建股 所以电子股不涨 就轮涨轮动啊健康轮动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这是什么好 好 好不开心的啊 我觉得健康轮动对大家是很好的啊 所以不是营建股不能涨 营建股本来就是它涨的理由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你注意看哦 房产这个地方 台南跟高雄这边 南澳都这边十年 人口负成长 但是为什么呢 房价却涨了五成呢 因为 有高科技啊 有那个有新贵 往那边移啊 工作在那边没办法啊 所以房价这些人都非常有钱啊 台积电设厂啊 包括很多周边的设备都跟着在那边 所以只要房地产涨的地方一定比较偏向南部 那刚好这个地方全部涨在台南这个地方 那一天4月3号 我特别有给大家提醒一两个叫达利 这家公司今天有利多的也告诉大家 的确公司的业绩也非常好 今年的殖利率也高达百分之六 那最重要是他本身去年赚了很多钱 而且他什么 他就南澳都的啊 在那边的营建厂啊 建设公司啊 所以达利这家公司 从4月22号 持续涨到现在 还在涨 那今天来到最高54.8 收盘大盘不好嘛 大盘跌了快300点啊 但是还是一颗 记住他就是一个没有问题 而且是五星级的标股 标股不见得天天涨停摆 但因为就是告诉你说 这种股票持续会创新高就对了 所以代表什么54.8也不是高点 随便你相信 那你就什么 老师要不要追 股票现在不流行追 是流行跟着我做动作 可以现买现赚 然后每天都很开心 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自己看节目之后再去 去拆拆这个吗 现在拆股票拆中奖很少 因为大盘这个地方 在半休眠的状态 就是大盘在做一个小休息 因为未来会走更远的路 所以达利这个地方 你看到他有推案了 为什么南北这个地方 更推案达到177亿 而量体大了且都偏重 南俄都区位 所以公司为什么股价 可以持续创破断新高 背后的原因有 今年加配3.5毛 殖利率高达6.5% 很好 而且股本很小 小股本轻盈 轻小的股本 只有40.7亿 所以这张股票是目前 一档大家 不认识它 但它特别会涨 你现在认识 而且我现在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今天是4月25号 但它已经涨到什么 涨到 涨到 涨到再创破断新高 售办售办54块以上 那我跟你报告的时候 大概49块多 汗不咚咚 最少你一看我们节目的话 这张股票也不会让你赔钱 当然我现在一直跟大家强调 你要做动作来找我 不要自己乱做动作 不要追高 不要追高 我现在在拜托街 因为这行情真的 不要乱追高 不要乱追 不要帮我追高我的股票 我很多股票都卖掉了 我跟你讲真的 我卖掉股票应该 什么时候买回 我现在当然 当要买回来之后告诉你 所以有些股票 你也不要因为自己去乱追高 我现在买什么 中工也不错 中工介绍给大家 这个股票都是可以简单介绍给大家 为什么中工 就是达利之外还有中工 这家公司我早上也跟大家 19.15% 如果达利可以创破断新高 资党股票也会有创破断新高 他在走主身段 主身段行情 因为什么 他包括土层工业区 这个地方有厂半 北市水源二三期都都更 那民生社区 岩寿国宅也都更 都是他在 都中工在接手的 所以这家公司本身 当然也有 也有 因为他便宜嘛 而且他历史上高年在68块 那当然相对的话 他也在走 走主身段中的主身段 所以这种股票 成为主身段 就代表他就是会创新高 但是你就不要追高 如果要追高 有我帮你做追的动作 所以请你务必 把我们口讯看清楚 今天也没涨停板 但是这种目标也很好 那再来 这个地方当然大家想说 老师 那那个索隆怎么办 哼 那是你以前不要买啊 怪我干嘛 黄仁勋抱了人行 机器人将成竹的 实际上 到现在都还没拿到 真实的订单 但是他的logo 上台 所以代表这个 那当然昨天没 今天台股会跌 是因为昨天的灰达跌嘛 那所以台股今天表现比较不赖 所以台股涨跟跌 就跟灰达有关系啊 那灰达又带的机器人 这档 他有感官的 有视觉的 的机器人 本身 未来的发展的重点 当然他选择跟 所罗门 做合作的关系 他就秀他的logo啊 然后使得 大家对所罗门 特别的青睐 但是 你有没有办法 买他45块 这档才有用 包括 我们在71块 这个地方 4月1号 那天还特别跟他讲 我们会员 还是持续的加码 那这档股票 从71块到现在 实际上也涨到100多块了 也真的很不错 那现在今天又涨停板 也是连续性的三天 三支涨停板 从他出关之后 连续涨停板三支 那你觉得未来会如何 未来当然是不能追啊 我每天叫你不要追 是为了你好 就算他买他 有我买给你啊 我那时可以买71块 你为什么要等到 现在涨停板追 我三天叫你不要追高 三天你告诉我 老师天天都涨停板 我什么时候买过涨停板啊 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要买书罗门的话 我 你 书罗门已经涨了 涨这么一大段 那当然尼德克 操作更有什么比价效应 都是我家的股票 都半完花啊 所以啊 当然 索罗门涨停板 对不对 好 连续三支 实在尼德克操作 也是连续三支涨停板 两支涨停板 所以他当然更有价值啊 因为有一天 忽然之间 他就刚好有公司 叫他 政府机关叫他 主管机关叫他 一定要公告他的营收 结果不想象营收 就没这么 本来就想象中没这么好 因为三月份本来就不好 那索罗门呢 有需要让这么这么 已经涨了一段了 涨了一段了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当然会叫你买 就71块左右啊 或是再能连续六支涨停板啊 或是能再涨个五六支涨停板啊 这时候再说啊 那你每次要帮人家做抬教的动作 真的说实在 到最后你的荷包是不会增加的 这是我家的股票啊 真的啊 所以等我买 不要追着跟你讲等我买 九十块这边既然我没有叫你买 你就不要乱买 那你说老师那他不回来怎么办 你怕什么 我有股票给你买 我今天不是叫你买吉帽了吗 又便宜 你买两张索罗门 你可以买 你可以买两张吉帽 一张索罗门 你可以买两张吉帽 那你哪一个生意比较滑的来 然后包括 索罗门涨了 哦长了四十几块 哇 也快一倍都快两倍了 人家宁德克超红财长 有长到一倍吗 从底部上来 底部上来的话 我们给你规划的地方 开始上来 没有还没有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 我都是为你好 希望你多赚一点钱 所以不希望你一直帮人家做抬教的动作 好 所以啊 今天连续三十掌停板 之后未来会怎么样 我买给你 OK 有机会我买给你 这毕竟这是我去年的一档 一档口口婆已经跟你讲的 没人要 闲他闲的半子 怕死人 老师那是什么投机股啊 什么什么股票 结果不小心 他是标股 而且标让你什么 你想买都买不到 你只要抱到索尔门 你每天都睡觉 睡到什么 睡到自然醒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的股票 除了索尔门 也不是唯一跟你讲过的 去年还有党 你的科超重 现在更值得 4月23号 他跟你公布0.30 结果不小心 还有一个回党 今天是4月25号 连续两只涨停板 两只 所以当然我们 比较希望你能规划 你要规划这种大菜的 每一年我都会好几档大菜 这种大菜多好啊 哎呦 2020年大菜 而且12月29号 跟你讲得这么清清楚 两只涨停板而已 150块 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叫你买涨停板 我说两只涨停板了 我买在哪里 我买133啊 你知道的啊 我买139啊 买138啊 140啊 都有公告给大家 也送给大家 但是很可惜 投资朋友 都 我自己拌心肝 你都跟我说 老师你不知道 你给我害买 我说无量 无量 结果又不小心 你现在在乡买 一张都没有 每个都叫你追高 帮我们做台教 都说 尼德克超重 超重当你台这张股票的教 我还是欢迎你共襄盛举 我已经跟你讲这么明白了 我还是欢迎你共襄盛举 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只有这样跟你解决掉的 所以代表什么 他也是 但是他涨什么 散热嘛 他不是赚0.3是能看的啊 就是因为每超围订单拿到 而且成长10倍啊 所以未来的效益之下 那个浮现是不可预期的 反而是公布 反而是助长 让他更显示出 凸显出 他未来的业绩会好到你什么 我们不敢去预期 但是可以从这边看出 他股价可以这样走的话 就告诉你 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好啦 非常强中之强 强中强 这个都是最强的 最强的 强到不能再强 然后这个都是之前的资料 今天这个如果这个 实在后面的新闻再进来 4月17号 他所出现的尼德克超常新闻 跟我跟讲一模一样 所以现在在新闻台 每天讲的都 实在都是跟着新闻报告讲的 那新闻报告的资料 那我为什么要知道 我早知道呢 当然你要有个团队 我就跟你强调 这个我一直跟你强调 虽然这个事情 一直每天来 跟你说的 为什么我写的资料 跟后来报章媒体给你的资料 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们的团队非常认真 背后的辛苦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你要拿到第一手市场上的资料 那为什么你说 那公司明明有这些资料 为什么不给我们 那你知道这个要 这个怎么讲呢 公司要等它宣布啊 那你说老师那你为什么 我这样讲还不够清楚吗 那新闻报告就是什么 公司宣布 他就宣布啊 哇那全市场都知道了 所以现在接着嘛 新闻台什么什么台 每天在报尼德科操纵 他在哪里拿尼德科操纵给你买啊 你的科操纵 你有的一张都不要卖啊 因为什么 他也买不到啊 筹码在哪里 筹码这边还没有散出来就对了啦 我还不愿意卖啦 276.5了 再创 颇段的新高 历史的高点 一步之遥 我们可以见证一起见证 未来历史的高点 不小心很快就会来了 所以说我也不希望它大涨啊 对对这张股票也是属于伺服器散热的 我们在4月22号 曾经有跟大家盖过牌 叫尼德科操纵下一档 时代它也是一档 但是我先告诉大家不要追喔 我这张股票我卖掉了一拳 一拳我卖掉了 那时候我跟你讲说68.3 这个附近我叫我们会员卖 我有给你盖牌 我本来是盖牌的 告诉你说有一档尼德科操纵的下一档 我讲的就是一拳 他也是受在伺服器散热商机啊 68.3 但是那天有长黑的时候 很多人是惊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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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没有关系 会涨上来让你卖 所以这个进来我就跟我们会员讲说 既然是做这个地方的话68.3 我买完之后有跌 我有告诉我们会员 逢告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 我们这个地方后来来到73块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代表选的股票不错啊 但是长黑帮什么再洗盘嘛 看得出来了吧 所以我跟你讲说 当然 短线上设计点设个停损点 那有时候停损 真的说实在很划不来 很划不来 你的停损要设得非常精准 但我承认一定要设停损点 因为短线上有些股票 一旦 就像这种股票的话 如果你停损点没有设好 他两三天都还是没有 没有继续再涨上去的话 真的说实在有些人会有冤枉 因为他只有一套资金 那实际上是一全卖掉之后买什么 买吉帽啊更强啊 还有买那个 昨天 前天要买神盾啊 对啊 最少你跟着我不会赔钱啊 因为你资金只有一套 你一定要 愿意接受一两块是情损点 因为做短线 尤其在现在行情 他说什么 你是要逆转是吗 你怎么可以再继续套牢呢 但毕竟我的这档股票就是68.3 今天你看看 有没有涨啊 大盘大跌快300点 那就好了啊 所以选股很重要啊 还跟你讲他是尼德科操纵的下一档 你不要追啦 我先跟你讲 我是已经卖掉了 那我还选择 因为什么 吉帽更强啊 吉帽也是跟散热一样 这个区块有相关性 你要跟他谈下去 所以一拳的话 当然当初我们一拳有 比较买更便宜的在59块 有会员 我们买59块那会员很高兴啊 到现在的时候 都问我要买 我说70块一定会来的啦 那也果然来的啊 所以说他非常谢谢我们 那实际上 当初我们买59块是为什么 就是你要把赖留下来啊 有时候有些比较彪谷 一些黑马果 我正要进场的时候 还在底部你可以接受 我会叫你做进场动作 就算59块 就买了就对了 好 所以啊 今天72.6 4月2号72.6 进来吗 也是持续 持续 回檔有回檔 继续在涨 所以这就是对的股票 大家散热这个区块 不会单单只有 只有那些齐鸿啊 包括那个 包括三三二四的双五 那几党 你现在要有新思维心观念 现在齐鸿竟然有跟你 那个董事 董作 董 老董 有告诉你 一件事 公司有告诉你说 现在散热没有这么难做 最重要是说不要漏水就好了 就是水箱那个地方很重要 那吉毛就是做什么 就做水箱的 就是做水箱的 就等于说你漏水的话就完蛋了 就是说散热这个区块 最重要就是不能漏水 那会不会很难 除了也没有很难 这是齐鸿讲的 齐鸿公司讲的 所以未来散热这个区块 有些股票 你不要再过分的去追高 他实际上他的难度 也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难 只是有没有拿到订单 应该是这样说 南盘是见高手的 我们大跌是一样赚 掌厅 不是刺激大家 是真的啊你也是我的见证 那你不想也没把电话拨通 我口袋里面还有很多股票 可以欢迎你来赚 全部会员通通有 我们绝对不是乱枪打鸟的 包吻尼德克操纵 包括一拳 这个之前会员都是这 全体会员 所以很多人都说 老师那我参加你普通会员 我真的替你很高兴 你就尽量参加普通会员就好了 真的 特别会有什么好处 因为有人特别关心你 有些股票 就像刚刚你有看到这份资料 你可以买59块 如果你可以愿意重压的话 59块的时候 我可以把一些消息先给你 清代的就是因为我进来有点忙 如果没有 没有必要的话 就这样就好了 找我也是一样 有时候 因为我每天要上很多节目 如果大家操作很顺利的话 不一定要子民找我 反正我每天都会跟你见面 如果你真的需要我们的服务 因为毕竟我们是服务 我还是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谈一谈的 但是不要以为说 我很希望你参加我清代会员 没有 我也很喜欢过轻轻松松的日子 那是我责任的更大 所以希望同志朋友 你们就是全体会员所有的股票 你自己参加看看 但是应该是说全部会员通通都有 我不是那种随便你 你押一档 他押一档 这个押一档 把你当白老鼠 我意思是告诉你 那为什么三组的 还有同样股票 三组会员都一样 就是告诉你 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团队 那普通会员当然是看抗讯啊 特别会员当然是有特别通知啊 那清代会员的话 当然以后有一些我是 没有没有不要来 清代会员我不是很喜欢收的 请你我告诉你 那如果你有这个需要 我们再说再研究 现在清那个普通跟特别会员 就已经都已经很棒了 我也不会说因为你是普通会员 就不照顾你 但告诉大家 你的一百万两百万不会小很大 好好利用 你重新会再改造你一生 就怕大盘没大跌 去年那个行情已经过了 很多人从我这边拿 从一百万赚到五百万的很多 那为什么可以赚到这么多钱 去年那个华晨一档就够了啊 到现在也不太愿意跌 所以今年一定还有很多这种黑毛 其中一档就是尼德克超重 还有吉毛也不错 也还不赖 所以很多新股票你不用急着去后悔 因为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的 过了就过了 要怎么后悔呢 没有办法后悔啊 所以只能往前走 而且每一年大盘的变动性 如果我说我 我不是第一 我不是第一啊 我是第二 那真的告诉你 绝对没有第一 因为第一个跟你讲尼德克超重 除了我何怀晨以外 我想就只有共资派 他知道但不用跟你讲 他还骗你说什么 不是说骗你啊 他还告诉你说 剪掉在查公司嘛 所以什么叫利空 什么叫利多 要有人帮你做分析 好 接着来讲 即貌就这样简单 早上这个分讯也看过 54.5 9.7分 你去查一下怎么来 绝对在这附近 54.5左右附近 马上涨停板了 所以市场资金都在找一些 找寻一些机会 但是你要专注在市场的动向 就可以找到会上涨的股票 实际上很多人看这个市场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行情涨不动嘛 也跌不下去嘛 所以实际上这行情本身 任何的下跌就是一个机会 但是很多人都把它放在什么 战争啊 通膨挂在嘴上啊 那对你投资有什么帮忙 我现在是不是要担心的是 你的手上股票 已经没人要了 会不会人去楼空了 你还不知道 人家拉高在出货了 因为总是有新主流会出现啊 新主流谁 就尼德科操纵啊 就吉茂啊 不知道谁以前 谁驻银长所罗门呢 所以从前靠出你什么 谁是生的市场最领先 告知你这些股票 你找他就对了 今天谁会跟你讲吉茂 结果何外 那吉茂在做什么的 我再给你看一下 吉茂汽车水箱制造商 这不就如同齐鸿告知你的 公司告诉你 他的散热系统的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不能漏水 那汽车水箱制造商 他目前是切入伺服器 散热市场 就是因为这个散热这个地方 最怕就是漏水嘛 那水箱就是为什么 什么水箱 就是不要他漏水 不是最简单嘛 所以实际上吉茂也是 也是一档 尼德科操纵的下一档 所以啊 很多股票都有新思维新官 你就赚了不完的钱 所以我给你都是一些新的思维 都是领先 所有市场上比新闻台领先 所以有跟我就赚过 所以我们很认真的团队嘛 所以我干嘛跟你讲一些 我干嘛跟你去玩一些什么游戏 你先来找我 或者我送你什么东西 我一样东西都没送给你 我就是要你赚钱 你如果你看节目就可以了 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节目真的看 是要看啦 但是你还是 不要自己乱做动作啦 尤其是排排做的节目喔 我建议你尽量不要跟啦 我不会骗你的啦 那人多的地方 你少去为妙啦 否则你常常不小心喔 你就要 因为中枪了 就是要打电话机 欸 我买你们老师什么股票套楼下怎么办 你何必看电视去买股票呢 以前我告诉你看我的节目买股票 不要追高杀低 赚小钱不用来找我 我现在都不敢这样跟你讲了 为什么选吉嘛 就是跟尼德克操纵有关系 一样 一样是这种散热的概念果 所以市场上的资金很充裕 但是他正在找机会 但是你看到都是什么 台币扁啊 战争啊 回哪涨不涨啊 你就看到这些东西 我看到的是这里面的资金 它的那个轮动的那个 那个 那个定律 规律性 是一直在我在掌握中的 我比较 在 告诉你说 目前你很难掌握到 是因为大盘的确 筹码已经松动了啦 说没有松动是骗你的啦 你要他这样一直涨一直涨 那你要选一些筹码 真的有人在照顾的股票 所以你看看我给你选的这些 不管是银件股的股票 包括 尼德克操作 有哪一档股票 你会 会有 有任何的损失吗 大盘跌 他在后你可以睡到保 涨停板 还有包括急帽 你马上买马上算涨停板 还有那个一拳 也是一样 他那天有邀请过你 68.3的时候 是你自己不爱 你说 你说老师 可是我看他还跌 对啊 的确是跌啊 跌到66 66块左右 才又涨回去 所以在近期我们也 因为短线操作 包括有些会员资金的问题 我们也在 逢高的时候 这个七十几块这边 我们也是 目前已经卖掉了 卖掉 把资金换到更强的股票 我们连我们都在太弱流强 你说老师 一拳这样算弱 还好吧 他也不算弱 也不算强 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就是 不够强了 但是还不错的一张股票 但是你不要自己乱追 我已经告诉我 卖掉了 我已经换到最强的股票了 那最强的股票是谁 当然是 当然已经 除了你的科充 当然是急帽了 今天来说 当然是 还有索罗美也蛮强的 可行 那时你不要 七十几块你不要 所以买到最强的股票 你就可以逆转胜 记住我的话 我希望你是 是跟我们一起 双赢的 正成长的 所以 我现在给你一个很重要的 声明 严正的声明 就是说你不要随便 随着人家去做起舞 买一些 不应该买的股票 那今天当然 当然我们的节目 这个地方最重要是告诉你 你除了今天要把电话拨通之外 我要给你一个方案 让你每天非常开心 就像困难一百 就是你一样的股票就是说 可以很安心的睡觉 像你的股票每天都可以睡到高兴起床 那所以说你就要利用我的口袋名单 还有很多 赶快来赚 这个要你安心 我有很多口袋名单 不方便这些马上公开 那也跟大家讲 你手上的股票 有这种情况 你还想要买最强的股票 才可以逆转胜 所以你手上股票真的要调整 不要开玩笑 你要换到最强的股票 我帮你换一 欢迎把这个电话拨通 080-378-888 也欢迎你 那祝福大家明天 请找 九点钟之前 请你让我知道你人在哪里 一定要早一点 每天要等到人家都已经 已经买完涨停满 才说老师那还有没有 有就等下一个口袋名单了 所以想赚钱 要早知道 不要等到 后面的时候 才要来知道 那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要的 所以请你务必好好的把握 跟我们早一点做互动 务必早一点把你的股票 转到我最强的股票 怎么转 我口袋名单还有很多 欢迎你一起来转 祝福大家操作的顺利 明天见 拜拜 别当起伏的投资市场 你总是被割韭菜吗 选股操作的过程中 总是追涨沙跌 挑错标的 在股票市场中 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 获利是我们的目标 涨停是我们的期望 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 跟着强势股转一波 让股市霸王花和淮珍 带着您与钱同行 开心 好 我把股票给你 启动